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 Oraker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多行函数 那么上次课的话呢 应该是上几次课 我们学习的是Oraker的单行函数 什么是单行函数呢 就是针对每一行记录返回一个结果 那么什么是多行函数呢 就是针对每一行记录返回一个结果 我只返回一个结果 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常用的Oraker的多行函数有哪一些呢 常用的呢,其实只有五个 分别是Count,Max,Min,Summary和Average 那么Count就是计数 计数统计数量的意思 Max是求最大值 Min呢,是求最小值 Summary求和Average求平均数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演示一下Count,Max,Min,Summary和AVG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从EMP表 来设计我们的课堂练习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要得到什么呢 我要得到所有雇员的总人数 我要得到雇员的总人数 当然从这张表来看 我们肯定是可以知道是14个人 但是这张表太复杂了 如果有一千多个人怎么办呢 那这个数据量就太大 所以我怎么做呢 Count Count函数 它里面的参数是新 From EMP 好,看一下 OK Count新返回的结果就是14 我可以给它一个列的别名 总人数 OK 总人数14 这个就是Count函数的用法 Count新 但实际上呢 除了Count新 新是代表所有的意思啊 代表是统计EMP表的所有列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还可以再把信号替换成列名 比方说EMP Lunbar 好 也是总人数14 但是问题来了哈 那么Count新跟Count一个列名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就去找一个特殊的列 就是带有脑子的列 叫做COMM COMM 接下来运行一下看看 出来的是4 这是什么意思呢 Count新的话呢 它其实不会忽略脑子的 但是如果你是Count里面 加了一个列名 统计这个列的数量有多少 总共的记录数有多少 它是会忽略脑子的 这个就是Count新和Count列名的一个区别 好 但是像我们之前写的 就是说它这个列没有任何空值 那么这个CountDPTLunbar 跟Count新就是一样的结果 好的 这个是Count函数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Max 这样子吧 Max的话呢 Max函数里面跟的就是列名 比方说Celerate 这是最高的薪水 除此之外还有MingCelerate 最低的薪水 这是Max和Ming OK 最高的薪水是5000 最低的薪水是800 没错 就是这样 最高的在这里 最低的呢 在第一条记录 Smith先生只有800 这个Max和Ming的用法呢 实际上就是在于哈 它们的含义是不同 Max是求最大值 Ming呢 是求什么呢 最小值 某一列的最小值 那当然它们的参数 我放的都是Sanary 看到没有 Max就是针对 这么多条记录 只会返回一条记录 同理Count和Ming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叫做多行函数 那好 除了Count Max和Ming之外呢 还有一个Summary Summary是求和的意思 求和的意思 注意不能出现中文Summary 如果我把Sanary 也作为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求出来的呢 所有人的工资总和 那应该是总工资 对吧 就工资总和吧 OK 求出来的就是工资总和 那么同理AVG 如果也是Sanary的话 那求出来的就是平均工资 好的 哦 我不能够全部运行 我得选中 选中它来运行 OK 哇哦 出来的结果 总人数14 最高薪水5000 最低薪水800 工资总和 每个月的是 29,025 平均工资 每个人的人均工资是 2073.2142 哇 非常长 非常长怎么办呢 我可以只保留两位小数 保留两位小数 呃 直接截断吧 Trunk 还记得我们学过的数值函数吗 Trunk AVG Sanary返回的值作为参数 二 好 二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语句执行一下 出来的就是2073.21 好 这个就是数值函数根 多函函数的这样一个签套 实际上呢 我其实是想得到平均值 但是平均值我们也看到结果的小数位数非常多 那么我就呃用Trunk函数 Trunk函数把AVG函数的返回值截断 当然截断保留两位小数 除了Trunk函数之外 我还可以使用什么呢 Round Round跟Trunk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四舍五入 一个 不四舍五入哈 OK 这个就是 多行函数的用法 它的目的呢 实际上是 针对于多条记录返回一个结果 比方说MaxSanary 求的就是最大值的工资 MinSanary求的是所有记录中最低的工资 Summary求和 AVG求平均值 Count则是计数 好的 这个就是Orake的多行函数 实际上呢 多行函数呢 它应该也可以称之为统计函数哈 可以统计什么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统计函数呢 呃 很多情况下 它是来分组统计的 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这种事例哈 就是全部统计 那至于分组统计的话呢 我们会在下次课详细说明 好的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